好了 说完摆放在家里的花 我们再来说说被形容为花的姑娘们 看看她们在古代是怎么化妆的 春节是一年当中人们最快乐的日子 在古代尤其如此 尤其是女性 因为女性平时连门都不敢出 但是过年的时候这种禁忌就被打破了 不仅可以随便压马路 有的朝代还可以化着农妆出去嗨 您想知道唐朝女人们过年是怎么化妆的吗 咱们穿越回去看一看 您看好了 唐朝女人过年化妆一共是七步走 看这第一步是先敷千粉 把脸擦白白 其实就是涂隔离 然后是抹胭脂 你看 是不是跟现在的妆容差不多呢 再接下来就有点不一样了 化带眉 这一步就是赵敏 让这个吴继哥哥一辈子化眉的那个事 再接下来 贴花垫 点面眼 描写红 涂唇枝 那么这样下来七步走 脸大概成啥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看七步下来以后的成果是什么呢 大家看 范冰冰演的武则天这个剧照就是这样的 如果您觉得不太像的话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 来看看刘嘉玲当时演的范冰冰演的武则天 她的这个妆容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不要觉得这种妆容雷人 其实它基本是非常符合唐代女子的妆容的 所以其实觉得时代在发展 现代的妆容也在进步 审美也在变化 现代妆容其实是更加符合自然 符合我们的人性 但古时候这个妆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梅花妆 相传是南朝宋武帝的时候 有一年大年初期 寿阳公主在树下修洗一片梅花 正好落在她的额头上 公主在三天以后才把梅花洗掉 却留下了梅花状的淡红印记 宫女们觉得很漂亮 就纷纷效仿 这个故事很美 可是我觉得寿阳公主要是聪明一点 是不是也能发现万有引力呢 化好了妆 接下来就要做发型了 在重大捷径的时候 宫廷女子还会在发间 插上石竹花 枝子花等鲜花 这在周访的《簪花是女图》中 我们看就能够看到了